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巫统的主席阿玛扎希 他今天刚刚做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过分的宣布 大家都知道现在马六甲刚刚换了手掌 然后也有传闻说这个马六甲 很可能他们的州内阁会重组 然后会变成一个团结政府 现在本来是单单只是国政政府罢了 他变成团结政府了过后呢 他会纳入希盟的成员进来 变成一个团结政府 然后今天阿玛扎希他就发表说呢 他们或许他们会考虑增设一个新的职位 叫做副行政议员 然后这个副行政议员呢 就类似像我们的中央政府里面的那个副部长这样 然后委任那些希盟的人进来做这个副行政议员 OK 我个人觉得呢 阿玛扎希的这一个建议呢 我不管他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好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过分 然后呢 真的是非常的羞辱希盟 OK 在这里呢 我真的是很希望 所有的希盟的成员 尤其是马六甲的这些希盟的周一员 必须要站起来抗议一下 这一个阿玛扎希的这一个建议呢 我不管他是善意还是恶意 但是呢 羞辱性极强啊 简直就是在羞辱希盟的议员啊 什么叫做副行政议员 就是为你们国政行政议员侦查地水 是不是 你要知道耶 我们中央的政府有政部长副部长 那是我们开国的时候 独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现在呢 你这个周呢 本来是没有这个副行政议员 你现在硬生生要弄出一个副行政议员出来 也就是说呢 他的职权呢 也是从没有变成有的 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像花瓶多一点吧 然后是帮那个政行政议员侦查地水的多一点吧 然后呢 你的团结政府里面有马花的行政议员的 你是不是想在他的部门里面呢 下面呢 围认一个火箭的副行政议员下去 帮马花的行政议员侦查地水 你这样开玩笑吗 这个东西超级羞辱性 完全不能接受 我在这里严厉的谴责这个阿玛萨核 当然我个人人为言情 但是我希望我号召 希盟的全体领袖 尤其是行动党的 请站起来骂这个阿玛萨核 你这是在羞辱我们 你要行动党的走医员去做 马花行政议员的副行政议员 你开什么玩笑啊 OK 总的来说了 这个副行政议员 阿玛萨核 你自己慢慢收好来 给自己用 不用了 不用留给这个希盟议员了 我告诉你 我们不接受这一份羞辱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